熊商高铁在报最新进展,预估2020年1月全面进场施工,京港开高铁通道分台至熊安至商丘段为2019年铁路总公司计划新开工项目,其重要程度排在川藏铁路之后,总规模10台19线,分两场固制,其中京港高铁、京熊及时熊成绩,京报铁路联络线引入京港厂规模为7台12线,预留京熊成绩铁路和熊新高铁车厂。 三台七线,位于仁秋市区西侧约5公里的大兴庄村附近,大广高速东侧,规模为两台六线,位于宿宁县城东侧约6公里的鼎汪村附近,距离河间市约12公里,梁山站位于晋宁市梁山县城西12公里,运城站位于河泽市运城县西侧,均为熊商高铁与京九铁路的共用站。